现在 张善政的民调 38% 正硬棚子27 这份民调是TVBS 他第二次做的 第二次做的 已经验证了我的预判 我的预判 其实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现在 张善政的民调 38% 正硬棚子27 这份民调是TVBS 他第二次做的 第二次做的 已经验证了我的预判 我的预判 其实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从选区结构 你来看他投票行为 第二个 就是青年人 到底支不支持 郑运鹏或者是民进党 那第三个 就是说郑运鹏 赖湘林 还有郑保青 他们三个人的选票 是重叠的 那换句话说 各位仔细去看 张善政38 郑运鹏27 然后郑保青是6 然后赖湘林是5 27加6 再加5 38 那换句话说 张善政他民调所显示的意义 他是一个人等于三个人的总和 一个人等于三个人的总和 那各位想想看 这个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在网络平台上面 所发表的很多关于桃源选举的文章 我特别讲 郑保青他过去他的选区跟郑运鹏是重叠的 那现在郑保青出来 他挖掉了郑运鹏6%的选票 所以27加6等于33 那赖湘林是劳工出身 他对北桃源的劳工 他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赖湘林也渐渐的侵蚀到了 郑运鹏在北桃源的选票 因为北桃源大概是一个工业区 那南桃源是一个公教区 所谓公教区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军公教 那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这一次郑保青没有参选 赖湘林没有参选 就是五党级的郑保青 还有民众党的赖湘林都没有参选的话 如果是一对一 桑山正未必是郑运鹏的对手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所以我在网络平台上面写了那么多 关于桃源地区的整个投票的一种倾向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定 如果郑运鹏在北桃源没有办法有所突破的话 那这一场选举对郑运鹏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那这份民调也证实了 我过去在视频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就是整个的选区跟基本盘是不利于民进党的 那这一点会引起蔡英文的恐惧 那除此之外各位要知道 桃源它的南部就是桃源南部多半是一个老旧区 那它北部呢是一个新兴区 那新兴区就有工业区 就有物流区 就有所谓的资讯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些 那这一些都是年轻人 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局势 过去年轻人投民进党是一项专利 那现在的年轻人 他为什么不支持比张善政更年轻的郑运鹏 大概原因是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非常讨厌 民进党对于林志坚论文门事件的处理 蔡英文在论文门事件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 孙孕鹏贫选战 然后林志坚生清白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他对于林志坚的论文门 是认为这是一种迫害 事实上蔡英文执政时代 谁敢迫害林志坚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年轻人的愤怒 是非不分 好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不会选择郑运鹏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郑运鹏年轻时代 曾经来中国大陆工作了一段时间 谈很多的合作计划 那他反而去指称 他指称谁 指称张善政 他把张善政抹红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担任 中国志工党 就是中国大陆八大党派 有一个叫志工党 他还是海外的 他还不是中国大陆的 他是海外志工党的高级顾问 他说他要问张善政 那你跟这些人是什么关系 就是抹红 但是没有想到 曾孕鹏自己被翻出来 他到中国大陆 他来做生意的时候 然后曾孕鹏轻描淡写的 这是我的人生历练 那换句话说 你一方面去抹红别人 另外一方面 你自己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张善政他还没跟中国大陆做过生意 那好 你用这一种双标的方式 把这场选战 请问年轻人会不会支持你 年轻人通常都是热血 澎湃热情 还有富有争议感 不像一般的老政客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曾孕鹏他轻忽了这件事 对年轻选票的影响 还有第三个 就是郑文燦的工程 接二连三出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几乎民进党通通不处理 前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处理 要留待下一任的县市长 那郑玉鹏说 郑文燦的政绩 他会延续 那岂不是在关关相互吗 那在这一点上面 为什么郑玉鹏的年轻选票 会跑得比张善政还要多 本来郑玉鹏的年轻选票 是胜过张善政 但是他现在在年轻选票上面 他跟张善政差了 差了将近9% 过去赢过张善政 但现在输了张善政 那从这个地方 年轻选票 选民结构 还有一个 民进党基本盘票员的流失 这三项就决定了郑玉鹏 未来的命运 但是这三项 说全部要由郑文燦承担 那我认为 这个承担过重 那真正的关键是在蔡英文 就是说蔡英文 当年轻挑的处理这种 处理论文门事件 略于所谓攻城弊端 不去追究 让年轻人自为反感 如果明天就投票的话 郑玉鹏的落败 并不觉得令人意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